大家好,我是佩根 感谢你关注我的十年旅行 今天是我旅行第663天 我现在在广东韶关的丹霞山 这里是世界丹霞地貌命名地 是越北地区最著名的一座名山 什么鬼,这是什么鬼天气 我是来拍风光大片的 难道是这座三台屋 把这里的天气都给污染啊 马蛋,已经在这浪费好几天时间了 总要干点啥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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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再出来 放入碗中 然后把鸡蛋和鸡蛋 再放入碗中 然后把鸡蛋切成 然后将鸡蛋切成 一样的鸡蛋 放入碗中 鸡蛋 放入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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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在干粥的时候 有个干粥的朋友 教给我一个很好的煮饭的方法 就是咱们用高压钩煮饭 它会糊掉嘛 他教给我的方法以后 煮饭不会糊掉 就是我打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高压钩里面 增加一个东西 类似像菜篮子一样的 那么把米装在里面 下面用一个这样的东西改变 把高压钩架空掉 因为高压钩煮饭糊锅的话 就是米会粘在锅上 它会糊掉 那么把这个架空上以后 下面把米装里面 把水刚好淹过这个米 这样煮的话换就不会糊 然后非常好用 我这个现在已经用上这个方好了 待会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同时在这个上面 也可以蒸一些东西 比如说用这个铁盆 比如说用这个铁盆 把这个铁盆放里面 咱们平时可以做这个粉蒸肉 我们试了一下 很好吃 这个干州的朋友 他们当地有粉蒸肉的粉卖 才一块钱一袋 前几天他买了十包送给我 我们前两天他跟我来这边玩了两天 我们蒸了两顿吃 很好吃 把这个粉蒸肉跟这个盖在一起 盖在一起后呢 这个一起煮 一般十来分钟就可以把饭煮熟了 同时这个粉蒸肉也熟了 甚至你就不用专门去做饭了 如果你在粉蒸肉上面放上这个土豆啊 这个地瓜之类的 就是咱们的红薯之类的 然后你饭菜都不用去煮了 很方便 我们下期再见 案例还是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菜品 这个是前几天在这个人化县城买的这些菜了 这个都已经有点老掉了 待会就把它吃掉 这个是叫什么菜头 这个是他们弄的这个腌制的这个鸭腿 然后还有这个青椒 那么待会我就把这些菜做成一道菜 一个人吃应该够了 今天我们这个营地堪称完美的是 在这个地方有水 看到没有自来水龙头 这个地方可能原来是一个工地还是干嘛的 所以旁边有饮水过来 前几天我们也是无意当中 天快黑了然后转到这边来的 第二天才发现这里有个水龙头 而且这个地方离景区非常近 大家也看到了我背后就是丹霞山 太完美了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其实在户外的话 或者说在野外在外面生存的话 水源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你的车上 你的车上可能有很大的水桶 可能有一百升的水桶 两百升的水桶 那么水它始终会用完的 无论你有多大的水桶 而不像这个它是源源不断的 非常好 我洗澡什么的 我在这边已经洗了几个澡了 然后衣服也洗了 很方便 水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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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